憲哥在舞台上特別提到 那個節目很輕鬆的 跟我們這節目怎麼比 他也是一個喜歡引經據點的人 他也讀了不少書啊 就從來沒有做過那麼輕鬆的節目 一字牽入心 哇 先不要 先不要 這一球呢 有一點失頭了 可是不一樣的節目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放那一塊比 但我們這個節目的難 去深究他會不曉得的 典禮之前我就想 有一個得獎就好 不要兩個都沒得 會沮喪 一個真正老少嫌疑雅俗共賞 看似枯燥 事實上妙趣橫生的節目 讓所有人覺得原來自依自行 有這麼多的千篇幻化 原來我們真的越來越少寫字 舉一反三 觸類旁通的 這樣的一個習慣 在你不去寫 不去思考 慢慢的你都越來越遲鈍了 這個節目有它存在的必要 憲哥在舞台上特別提到 那個節目很輕鬆的 跟我們這節目怎麼比 他也是一個喜歡引經據點的人 他也讀了不少書 我相信他絕對相信 一字間是一個很難得的節目 只是相較於他們那個節目 參風入宿 風雨無阻 他們的節目在有一定的 天候條件的限制下 可能會比我們在棚裡面 這個部分會輕鬆一些 可是不一樣的節目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放在一塊筆 但我們這個節目的難 我相信是 可能很多人不去深究它 會不曉得的 你看